亮仔 打球时间长的兄弟应该都知道 强烈高杆要远比低杆要难打 用处有很多 比如最杆需要跑长途三库进行较为黑球 如果你不会这个技巧很有可能就会输掉这局了 而新手以为的高杆其实只要力量轻都会往前坑 但是强烈的高杆是具有很强的前旋转 这就需要机球的点位足够高 出杆的速度足够快 新手打高杆时以为手架架的很高 就可以让高杆变得强烈 可结果却不是 还有些人在打高杆时会把杆头刻意的拿高 原本杆头碰到母球的瞬间 本身就会给杆头一个向上的力 如果你再把杆头向上拿起 这个力量就会被卸掉了 无法形成强烈的旋转 正确的是应该能让杆头持续压着母球向前 这样就能将向上的力转变成向前的旋转力 高杆效果瞬间变强烈 平常练习的时候需要记住这几点 将手架支点架到与机球点一样的高度 略微放低后手 使球杆完全与球桌平行 在出杆时记住一定要将大臂向上提一小段后 小臂再开始加速 这样出杆才能足够平顺的把机球点位给它打扎实了 在打母球之前一定要先进行空杆训练 找好球杆穿透出去的最终位置就是这里 每次出杆要感受一种杆头向下点的感觉 每5次空杆练习就可以打一次白球了 反复训练后你的高杆就一定会变得非常强烈 下扣